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要带大家来看我们基隆的疫情 交通还有观光 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市议员张芳丽 张前议长 小军好 佩祥好 美妮好 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艺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副议长林佩祥 小军好 书记长好 美妮姐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副作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佩玲 佩祥 小军好 我们的书记长好 副议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佩祥好 我先带大家来看 就是今年的本土疫情已经联创新高了 防疫措施在缩紧还有松绑之间不断的摆当 这样子不知道三位异作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张书记长 其实疫情已经大家在今年的这种情况来看 我们已经非常的小心了 每一个市民都把口罩戴得紧紧的 还有防疫的一些措施大家都做得非常好 但是还是有这个疫情发生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让市民来了解 我们目前市政府要做一个普筛 其实普筛是真的有效益吗 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 有四位同住在一起 三位是阴性 然后另外一位他还需要普筛吗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一直觉得非常的纳闷 那究竟我们这一次的疫情 它的严重性是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们政府应该要讲清楚 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市民 这一次的疫情因为来势汹汹 它的传染力那么的强 所以很多的市民 他现在真的是无所事事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一戳到这个阳性的话 他们就非常的紧张 因为就要被隔离 很多事情接着就会发生 这个工作问题 还有一些小孩的问题 所以家庭马上就失序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一点 我们政府应该要站出来 让民众来了解 如果说你真的是有染到这个阳性的话 我是是不是要如何来好好的处理 不然的话大家人心惶惶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就是要讲清楚 因为不晓得这个疫情严重度 到底是怎样 然后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美玲姐了 我在想很多的观众朋友 跟我一样 都觉得这个普筛 它是自愿性的 那它还叫做普筛吗 虽然我们的市长 把这个普筛的名词改了 叫做所谓爱心的筛检 就像我们用爱发电一样 难道就有电了吗 那用爱来筛检的话 难道你就真正能够找到 所谓的社区的感染源 你可以发现黑素吗 实际上是不然的 我们现在知道中央告诉我们 它将在基隆座普筛发放20万剂的试剂 但是我们知道市政府呢 它说它要发下13万剂多 也就是它希望能够在社区里面 有36%的这个普筛的人口 但是我们又知道 它真正发到每个社区或者每个里呢 它大概只有11% 所以这时期间的差距跑到哪里去了 这些试剂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那我们的普筛至少要50%以上 那从50%到了我们的市长这边变36% 到了我们里内的话又变成了11% 那需要拿到试剂的人又拿不到怎么办 这些都是我们市长自己所谓的爱心筛减 那爱心筛减呢又是所谓的自愿性 结果自愿性呢也就是 你今天拿的话 不一定要把你的结果拿出来 不一定哦 我们今天是第几天了 对不对 很多人他是拿回去以后 第一个他筛记拿回去以后 他有没有筛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筛了以后 他愿不愿意拿出来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 那现在问题在于哪里 不是大家没有爱心 不是大家不愿意把这个结果拿出来 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我们的政府没有配套措施 为什么没有配套措施 刚才我们书记长讲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 我把我的普筛的结果 我筛减的结果拿出来 我是两条杠的 也就是我确诊了 好 我在经过PCR的话 我真的是确诊 我要被隔离起来 怎么办 我家庭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好 那接着下来是 我的跟我的足迹重叠 最重要是在我的公司 我的工作场所 那我的工作场所 又因为这样被我连累了 听清楚叫做连累 那你想想看 同事对他的看法怎么样 老板对他的印象又怎么样 那政府你的配套措施到底在哪里 如果 然后还有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怎么样 有人说不用啊 你不需要去住防疫旅馆 如果需要住防疫旅馆的钱 谁要来付 要去住防疫旅馆是很 至少是上万块的 对不对 好几万的 那这些钱政府要拿出来吗 好 你政府如果不拿出来 你叫我居家隔离 我只有一个房子 我可以单独一个人住吗 我可能我的房间里面 我本来就住的 我的老婆 我的孩子了 我要把他们摆在哪里 所以这些所有的配套措施 所有可能遇到的 我想要希望的就是我们的林市长 你有没有用你相同的同理心 我不敢说是爱心了 叫做同理心去杀盘推演 来看看当你所谓的爱心筛减以后 得出来的结果会或者是可能造成的一些问题 你有没有杀盘推演的去找出配套的措施 可能都没有 所以我曾经问过 在我们确定说分时间来发放这个筛记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很多年轻人 我问他说 你们刚好都在外面工作 你们要不要赶快去拿筛记 如果发放的时候 你要赶快去排队等等 第一个他们说 第一个要发放的时候 我可能没有时间我在工作 第二个我筛检出来的时候 我可能也没有工作 我没有时间我在工作 我没有时间去拿 第二个当我如果筛检出来 是两条杠的 是确诊的话 我也不敢讲 所以我的结果是什么 我的结论就是 我不要去筛检 所以当你说 你想要利用普筛或爱心筛检 想要找出所谓社区潜在的感染源 或者找出那些黑素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达到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边 我是希望 不管是我们的林市长也好 或者是林市长的市府的团队也好 我觉得在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一环里面 传染病的这一环里面 是不是有更专业的人来指导我们 然后政府如果真的有心的话 是不是能够想出一套 比较好的配套措施 不要让大家既期待又害怕 尤其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每个人人人自为 大家真的很害怕 如果真的我确诊了 我怎么办 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的家庭怎么办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还是希望说 在这个所谓的爱心筛检的话 如果真的有爱心 真的有同理心的话 配套措施赶快出来 是 就是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让民众都可以非常的安心 来进行这样的爱心筛检 那不知道我们的配奖步骤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全民防疫爱心筛检 还是叫类普筛 还是叫伪普筛 还是叫滚动式普筛 其实我都搞不太懂 因为基本上你就去筛检 那这个筛检不是用PCR 所以没有绝对的说 你确定染疫 你确诊 这个并不一定 因为有所谓的伪阳性 伪阴性 但是我所知道的状况是 第一点 我们今天是录影的时间 是4月7号下午3点 然后我们刚刚接到消息 以基隆市确定从3月27号到4月7号 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确诊人数突破300人 也就是说全基隆市35万人口里面 有千分之一就是确诊者 那目前这个以这个比例来讲是全国第一 这实在不值得高兴 不过我们也都知道 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确诊者 他们得到的都是所谓的Omicron BA2.3 也就是人家说所谓的Omicron越南病毒株 我现在从医界那边了解的状况是 越南病毒株传染力非常强 不过有另外一个值得 让我们比较安心的讯息就是 这个传染株的杀伤力跟重症率 都是相对来讲低原始病毒株 低很多的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自己每个人 在电视机前面的好朋友 还是说未来听到这些话的好朋友 你如果真的怀疑自己 暴露在高风险的场所 请赶快自行去测 不要等到说 是否给你什么类普筛 爱心防疫 全民防疫爱心筛解不能讲普筛 普筛因为大陆在游泳所以不能讲普筛 要讲类普筛为普筛 滚动式普筛不能讲普筛 不过赶快去测 然后测了之后 如果怎么样你赶快去 因为这个他们是滚动式普筛 也是滚动式调整 也是滚动式政策修正 所以今天他可能要你去住防疫旅馆 明天他可能要求你在家好好休息就好 这个无所适从是让我们身为从政者 很无可奈何而且很气愤的一点 但是对于说我们的一般老百姓 我们的普罗大众来讲 像这样的事情变成是说 我们要保护自己 刚刚美玲异作也好 还是书记长长的都很对 你现在如果自己是确诊的 你自己知道的 你很有可能因为自己的生计 因为自己的现实状况而不去报告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很不舒服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要早一点面对这个事情 早一点知道会比晚一点知道来得好 这个病毒并不可怕 跟去年5月份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去年5月份我们遇到的是Alpha Beta 这个是致死率高的重症率高的 而且我们那时候没有疫苗没有药 我们那时候的确应该担心害怕 可是现在这个疫苗 这现在的这个疫苗我们有了 我们现在遇到的病毒 我们最担心的不是我们现在 可以打第三剂的好朋友们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那些不能打疫苗 11岁以下的小朋友 还有那些因为有病 因为自己本身有慢性病 而不能打疫苗的我们的长者 这两边算是在年龄层上极端的族群 是我们最担心说 假使我们染疫他们怎么办 我们会不会染给他们 而就算Omicron 它的致死率重症率低 但是他如果染疫了 你没有打过疫苗 就等于说你去外面下大雨 你没有撑伞 你中招的时候 你会被淋满生尸 会不会生重病 一样的感觉 所以在这边我认为第一点 我觉得 我们必须说还是要保持谨慎 如果该去做快筛 就是直接做快筛 不要等到说政府给你东西 因为你等到政府给你东西的时候 很来不及 因为政策随时都在改变 今天我们要类普筛 明天我们要滚动式普筛 所以你有我没有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所谓清零政策 我觉得清零政策这件事情来讲 我们让医学来说话 我们让科学来说话 我们让国外经验来跟我们说话 我上次跟一个长辈聊天 他跟我讲一句不好笑的笑话 不过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说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在做清零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大陆 一个是北韩 为什么 因为政治不稳定 所以他们必须要清零 而用清零的方式 用政府的公权力来保证说 这个社会的稳定 我觉得现在已经台湾自询为民主国家 这个清零政策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我们现在遇到的Omicron 已经是不一样的东西了 我们疫苗也没有把人比别人少 我们在全世界的接种率 应该在排名前20名之内 因为大家都很怕死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件事应该好好拿出来谈了 不能是因为说 OK 以前清零 所以以后就要清零 执政党 行政单位应该好好跟我们解释说 现在你们该怎么样去做 该清零 该还是不清零 为什么要保持清零 为什么要保持开放 什么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这句话 我想我们旁边两位异作都深同感受 这一波上去年的5月份开始的疫情 饿死的比病死的多的多 那这一波的疫情 我们好不容易台湾现在我们这个百业慢慢回来了 可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因为政治需要寻求政治上的影响力 跟政治上的稳定性 然后我们继续清零 然后让其他这些餐厅旅游业继续饿死吗 我想这个行政单位应该要给我们答案 这个执政单位也应该要给我们一个标准的详细的答案 让不只是我们从政者问政者可以了解 跟我们民众讲之外 民众更需要这个答案来让他们生活变得稳定 就是不要让大家一直无所赐从 不知道该这样好还是该那样子好 希望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答案 让大家也够真正的安心 一块来成功抗议 那看完这个听完这个我们的爱心筛景之后呢 一样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交通 因为交通问题 基隆人大家常常会想 好像这一次的基隆捷运拍板确定要拉来 但是在很多的语论场地听到的意见 却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来看看 这是在我脸书上的网友留言 他说基隆捷运没有基隆 基本上就会跟太阳饼一样 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 然后情人节的时候送单身狗 这个老婆饼的意思一样 这可能会是我们基隆未来十年之内 最受喜爱的迷因图吧 看着网友在自己FB上既无感又揶揄的留言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无奈又感慨 因为基隆捷运虽然拍板定案 但是引发喜悦的回响并不大 林沛祥表示 不管是从他脸书上网友的反应 或是一般通勤族的看法 无感以及揶揄的非常多 因为基隆捷运八堵到基隆段并没有确定 到底有多少基隆通勤族可以受惠呢 拍板记者会上 议员们也不能替基隆通勤族发言提出需求和看法 更别说宣布前也没有举办地方公厅会就拍板定案了 我认为基隆捷运上面有很多美中不足的地方 其中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在于说 捷运的目的是为了交通运输 是希望让我们的市民好朋友 能够从基隆快速准时并安全的 送到台北市来工作或者来学习 但是目前看到基隆捷运的规划 花了425亿 却没有一站到达基隆市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也就是说通勤族10万人 针对基隆捷运是相对无感的 林沛祥指出 虽然称为基隆捷运 但是主要服务的对象却是细止等地区 希望地方级中央政府多重视基隆10万通勤族的需求吧 但是这个基隆捷运如果一旦形成 估计时间是在10年之后开始通车 到时候势必如果想做捷运的好朋友 他们必须到巴都去转车 那这个对于交通的方便性是很大很大的伤害 所以佩祥在这边呼吁第一点 希望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好好重视通勤族的权益 这个建设毕竟是交通建设 虽然它有带来很多的利多 但是毕竟来讲 它所要服务的是我们天天到台北上班上课的10万通勤族 第二个中央跟地方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 我记得林市长也好 还是现在已经到中央的李刚理处长也好 在我总咨询的时候 我一直提到需要有一个公开说明会 需要跟地方沟通 需要让地方能够把我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但是我那时候接到市政府的电话的时候 我有问说是否有开放Q&A 是否可以让我们地方的议员 直接的跟苏院长反映说我们地方的心声 答案却是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记者会 不是公开说明会 而但以安乐区议员来看 更希望这条基隆捷运 至少也能规划到基隆长根医院 对安乐区的通勤族才有帮助 如果基隆捷运真的有第二阶段的话 我认为很多好朋友在提的 把它延伸到长根医院 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林佩祥希望这条基隆捷运 能够真正服务到基隆人 而不要只是成为捷运系东线的延伸而已 所以很多人说这条基隆捷运最开心 应该是细致了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作 其实我觉得基隆捷运这样做的事情 第一点 对基隆通勤族完全无感 我们天天在火车站这边看到人家搭1813 天天在火车站这边看人家搭1579 天天2088车子每天满班 天天1088也是从那里面满班 现在出来一条1813低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 10万通勤族包括说开车上班的 我们基隆每天早上都塞车 这是我们看到的基隆生活日常 我记得是从许财力许市长年代 我们期待一条基隆捷运 让我们基隆人能够准时方便快速的到台北上班 当初的规划我记得是一站一票一线 基隆火车站直达台北火车站 这是当初我们所期待的基隆捷运 现在怎么到巴独去 而且到巴独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像是我安乐区的R线 R线当初就是为了铁路捷运化 来去做延伸的这个试工车 可是现在R线一直严重的被减班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 就算未来有基隆捷运到巴独到七堵 我安乐区的人还是得坐国道公车过去 塞在高速公路上面 那更不用讲说仁爱区中正区 想搭捷运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搭到 而且搭过去的时候 我们还要在汐止停下来 让汐止人上来 我不能说全部都只有说是 OK我们基隆捷运就只能服务基隆人 我们心胸没那么狭窄 但是基隆捷运不进基隆市区 然后你叫他叫基隆捷运 基本上来讲我记得那一天 在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我看着赖平云委员很开心的跳来跳去 说我们细子人好棒 我们细子人三十万人总算有捷运了 我们够人呐 他散着就掉了 那个感觉其实不是很舒服 所以那时候我听到一半我就先走了 另外对我来讲 我很希望说我们基隆有好工作机会 所以我们不用去台北上班 这我一直这样认为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能不能轻松一点的去台北上班 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个火车不要污点 开车不要塞车 坐公车也不要塞车的交通运输方式 那这个基隆捷运是我们所期待的 可是这个基隆捷运 如果你不到基隆市区 你也不到任何 没有对西渡跟暖暖区域的居民有任何的不敬 但是基隆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还是在市区啊 就连安乐区长庚那边人口密集度也高得多 但让那边的人能够方便一点上班 我想国道的交通也会比较顺畅一点 这是最基本我们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这个基隆捷运 这个交通建设并没有符合这个需求 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是个五感 我不敢讲饥肋 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是个五感的交通建设 因为它没有实质上 满足了它当初设计的需求 那如果有未来在下一段 我相信我也希望我也期待 它能够把除了把基隆市的都市 能够翻天覆地地做都市规划的改变之外 最重要的 还是要想办法满足这些通勤人的需求 这是我认为的 真的 基隆的通勤主问题 真的是大家非常关心 因为交通真的是大家非常重要 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我要请教我们的张书记长 其实交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为什么当初我们一直喊着 基隆要有捷运 那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 我记得是在马英九要选总统的时候 什么在我们基隆还签署来说一定会做 但是马英九也卸任了那么久的时间 那到今天已经说要拍板定案 我们的捷运要到巴鲁 我记得在民国97年的时候 我还陪同我们当时的立华委员 徐少平 徐老师还有林前市长 林水墨林前市长 我们到行政院去找 那时候是吴敦义行政院院长 我们是问他 请教他说 从巴督到基隆这一段 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慢慢的要把宜兰县要撤除了 我们是希望说基隆到台北 这一段的火车是不是能够很顺畅 让很多的基隆的上班族 能够很方便的到达基隆 但是经过很多的一个意见交谈之后 他们觉得说基隆到巴督这一段 是否能够下地或者是高价 他们都说不可能 那我曾经就说 这个也是一个气话 那如果不可能的话 那是不是把这一段盲肠就直接切掉 那直接切掉 你反而你就是多开一些安乐区 中山区 中正区跟新义区 多开一些班次的车到台北 然后这样子来疏通我们这些上班族 这样子也是可以来让这些上班族 很方便的可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但是还是不行 所以说它变成基隆到台北 现在我们只是剩下区间车 那区间车来送我们这些上班族的朋友 但是有些呢 像安乐区这些朋友 中山区这些朋友 中正区这些朋友 他们要到台北上班 还是要跑到基隆火车站来搭火车 是不是更不方便 所以为什么会塞车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 大家都是集中在一起的 时间都是一定的 而且早上上班的时间 应该是从早上六点多就开始 大家就赶着要到台北去了 六点到这个八点半之间 有多少的我们的市民 就是为了要赶上班 然后来赶这个车子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各区 这四个区的这个民众 没有办法很方便的来搭他们的车 其实政府不应该现在说 要花那么多的钱 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不可能从基隆到巴度 我坐区间车 然后再换捷运到台北 那是不是时间又更长啊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们真的要再三思 要再三思 如果说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很多的上班族的朋友 能够很方便的到达 他们要上班的地方 他是应该要多争取一些 这些路线 这些路线 让中正区 中山区 安乐区 跟信义区的朋友 他能够很方便的搭到他们想搭的车 并不是说 只要你捷运做好了 他们都方便 并不一定 就是要完善各区的交通配套措施 对 因为基隆很密集 他的交通 其实他的路都因为很窄 而且他人又密集在一个地方 所以你如果要做这些规划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 真的好好去做研究 是的 这的确是要大家好好的三思一下 也给其他认识一个很好的建议 那要请教美玲姐了 就是对于这个交通捷运 在中西区的民众又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心神 我在想我们基隆人最有感的那一天 是在民国106年3月17号下午 在基隆火车站 我们的蔡总统 拉着我们林又昌市长 那个时候他准备连任 竞选连任 拿着他的手宣布 宣布中央将赤支80亿打造圈圈 轻轨系统 然后呢 是一个从基隆到南港国际邮轮母港县 然后他并且说 这将是30年来基隆最大的建设 他说历任的政府都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他说民进党政府一定会做到 而且从中央到地方 四年以后基隆就有轻轨劫运了 好 现在是四年了 我不知道那个地庄打了没 所以呢 现在告诉我们 刚才我们的那个副议长告诉我们 十年以后 我们将出现一条 所谓的从台北到八度的监狱 我不知道我们的蔡总统 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民进党政府会不会持续 当今年的选举结束以后 这个支票会不会继续存在 还是像四年前那样子跳票了 更不要说基隆有没有敢 老实讲当然无敢 不仅无敢 大家都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笑话 尤其是我们的通勤族 因为呢 讲到轻轨劫运的时候 这段话也是他们那个时候赖给我 然后用message告诉我 你还会再相信吗 更何况 基隆捷运怎么基隆不见了 那如果再到八度 请不要用我们基隆的名字 他叫做基 不好意思 巴捷运 我们的通勤族 其实对这一条捷运 没有任何一个感受 因为他认为 这个第一个 他又是一张支票 选举的支票 第二个呢 他认为没有实意 大家也都知道 基隆搭乘这个大众运输系统 尤其是轨道系统 最多的就在基隆站 那你居然捷运就是要运输嘛 过去讲说 为什么不到基隆啊 因为运输的人口太少啊 然后呢 钱不够啊 或者是说这个 没有办法赚钱啊 什么没有利头什么的 那结果你自己在设计的时候 你居然只设计到八度 那你要知道 搭乘的人口数的落差会有多少 那就表示 你在设计这个的时候 你还是在骗嘛 你根本就没有想到 通勤族的需求 你只有想到说 我就像当初我画青鬼捷律一样 我80亿 那个青鬼捷律 我保证四年 基隆30年来基隆最大的建设 现在基隆最大的建设是什么 425亿 刚才讲的 是十年以后 捷律要到八度 425亿 哇 这个跳也跳太快了 有没有10亿 我必须说的是 大部分的基隆人 都认为是没有10亿的 那如果你只不过是要做到八度的话 那我是个人是认为 这个就不要讲那么大声了 因为他真的 让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 尤其通勤族 我当然就说 七度或者是八度的 我们的基隆市民会觉得很高兴 可是对于绝大部分的基隆人 他会觉得没10亿 甚至连住在七度的 年轻人都告诉我 没有用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认为没有用 他说我们的捷律就是 我们希望人家过来基隆嘛 那你到八度就停了以后 那未来捷律的负担 是不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又要多了很多的负担 那你又不赚钱 然后你又只到八度 那我们以后基隆市民的税收 是不是又要到处想办法去整税 我是不知道 这是年轻人的看法 所以这一条 有没有敢 真的就如同刚才两位的 我们的书记长跟副议长所讲的 不仅是没有敢 大家是忧心忡忡啊 甚至有人是会觉得又来骗了 一而再而三 第三次他们说 哎呀放养的孩子不会再相信了 一样哦 就是在交通问题上面 像刚才一样无感的 还有民众很忧心的 还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市中心 卡玛丁地区 因为呢有道桥正在修理 所以很多民众就会常常抱怨 哎实在是很不方便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书记长 其实这个中二桥跟中三桥 它现在正在改建 当初我们是希望它是一条一条的做 因为那边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 从南荣路过来的时候 你要到高速公路 几乎是不懂的人走不出去 那个车子开不出去 不知道要按哪里走 因为长期以来 他们都是很顺畅的 从那个爱山路转人事路这样过来 但是现在呢不行啦 中二桥已经继续在做 中三桥还没做好 中二桥也继续在做 那几乎是把所有的通通都堵住 而且堵住也没关系 比如说他要到孝一路 因为他走不过来 他就停在爱一路 马上我们就可以收到单子 等一下拖车来 真的是让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讲 所以说今天政府要做工程 倒是无所谓 但是你后续的配套措施 你要做好 还好啊 现在哦 他是仁爱乔也要修哦 那如果仁爱乔再修的话 那这 那当时怎么就会变了 我是希望说 仁爱乔等我们选举完 不然的话 我们这些政策会去用美系 你知道吗 好多人在那边转转转都转不出去 因为他的指标啊 我们在地人还知道说 我要怎么转 可以转到哪里 那个指标又没有做 不但没有做 大家 你如果用家做 他就努力给你做做 其实那个公务处的人也是很辛苦 我们也都知道 他每天在那边监工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那个物价都一直涨 物价都一直涨 他会不会做到一半 他就落袍 那时候在我们家 政策那样不知道怎么办 我是希望说 在承包这个工程的厂商 我阿弥陀佛拜托你 一定要把它好好做好 把它做完 你不要说物价这样子上涨 你做到一半说 你说你没有那些东西 你这样把我走去 那大家就来 就来变成了 政策给你 所以这真的是很糟糕 为什么会同时来 这么重要的地方 你同时来做这个工程 我真的觉得很纳闷 这真的是很好的提议 就是给市府参考了 那同样一样 接到很多民众抱怨 绕来绕去 绕好久 不知道绕到哪里去 美丽宇座 来 我跟你讲 这个70年我自己 因为我们也会经常 绕不出去 你必须要跑到文化中心那里 然后再走信二路 然后再绕回来 转 所以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交通动线 真的会让老百姓无所适从 不要说是当地的 我自己本身是基础 我经常走那条路 我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 绕不出来 那一天真的是绕了两三次 然后后来又说 这样左转是违规的 只能右转 右转呢 你还要一直绕 一直绕 更何况是外地人 所以我那时候也很担心 那时候担心什么 如果成绩博览 你继续你的动线 没有非常清楚 你的指标没有非常清楚的时候 成绩博览会 只会把基隆的缺点 全部让所有的外地人看到 你不会让到 让他想到好 我曾经就在那个施工的场地 碰到一个就停在那边了 他就停在他不动了 大家就觉得 你停在那边我们怎么办 他说他是外地来的 他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走 我烂了 那去永远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当然只能开着车 送他告诉他说你要去哪 他只不过要上高速公路 可是他到那边以后 他就永远都在那边打转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的动线 没有非常的清楚 想到这个动线 我就突然觉得说 我们基隆市议会还不错 请景天悟 因为我们基隆市议会有分为A洞跟B洞 那我们的地下室是同一个地方 那过去很多人要到B洞的一楼 或者二楼餐厅用餐的时候 都不知道怎么走 可是我们现在有发现了 非常清楚 B洞往哪里 然后人行道 B洞然后线 然后这样子的话 当然就是也比较安全 因为毕竟是停车场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条线的话 大家都会 这个动线比较乱 甚至有线 虽然你就B洞跟A洞 就是就在附近而已 就在隔壁而已 你走进去 但是即使是这样 A洞跟B洞 短短的才几十公尺 人家就找不到了 更何况那条道路 就是我们那个市中心 中二中三桥 这个的话 所以我刚才 那时候我回到一四一会 我看到我们非常的科学 我们也非常的好 我们有同理心 知道说有人要到B洞用餐的时候 我们这一条线画出来 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就是洞线非常清楚 同样的市政府 金融市政府 也要用这样的同理心 不是你知道就好 也不是交通专家知道就好 也不是当地人知道就好 最重要的是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都要知道 我钻进去了这个洞以后 我要从哪里钻出来 我要从哪里钻出来 而且绝对要有 很明显的一个洞线 更何况那个地方 本身他的路幅就不大 所以你只要有一台车 塞在那里 所有后面就堵塞了 所以在这边呢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金融市 交通处真的要有 交通的专家过来 不管是不是去到了中央的 那个我们的之前的 李处长也好 我都觉得他们好像 应该怎么讲 说好听一点 可能是博士吧 他们真的不知道说 这个路线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好像只是纸上作业而已 他没有亲身下来走过 他不知道说其实交通东西 你就要依照开车的人 还是说他已经坐坐车 坐太久的 他没有开车 他不知道开车的人的痛苦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说 刚才听到我们书记讲说 仁爱桥 仁爱桥也要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的手机可能会被打爆 所以希望说那个动线要清楚 指标非常的明了 让不管任何一个人 想要离开这里 钻进这里 都非常清楚怎么走 对 就是要倾听民众的心声 所以接下来也要带大家来 倾听民意 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的世博车道 后面的居民没办法回家 我们的客人 不知道怎么去基隆市区 因为你只能往金山万里方向走 而且他没有告诉我们说 应该要在哪里 可以进行回转 回头的方向 往基隆方向 那这样子的话 会造成我们的宣导 这样不利 我们这样的民众 更没办法去接受说 你这样子有什么意义 因为从我们社区门口要出来 就开始塞车 一定要绕到前方的土地公庙 再回转 如果说东西忘了拿 又要绕到工业区门口 所以这个来回半个小时以上 他这样管制下来 我们生意证差好多 因为客人 他卫星定位 要转到我们 我们停车场就转不进去 到来到去 我们生意证 真的都没办法住下去 就是影响到当地商家与社区民众 向副议长林佩祥陈琴 副议长召集相关单位研究解决方案 要调拨的时候 公路总局必须提供即时的交通流量 也就是每小时有多少人次 会进来我们金山万里跟大五轮地区 然后根据他这个交通流量的比例 差不多是三比一 来去做出调拨车道的措施 第二点 交通队这边也会考虑说 在如何开始调拨车道的起点跟终点 他们会针对这六公里的路 到哪里开始调拨车道 起点跟终点来做个讨论 第三点 交通处在这边也会注意到 当地我们居民交通流量 交通走向的困扰 来去做一定程度的微调 因为毕竟来说 内辽里跟中轮里 有很多封闭型社区 而这些封闭型社区的好朋友 都是需要用这基金二三路 来去做对外的连外道路 所以当他们不能左转或右转 违背他们本来生活的模式的时候 毕竟会造成很多不便 所以佩祥今天会集各单位 来去了解这次调拨车道的成果 希望能够再一步改善 调拨车道是好事 但是怎么样能够好上加好 怎么样能够符合所有人的需求 这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微调 而佩祥在这边会尽全力 协助各单位 让我们市民的交通更方便更顺畅 调拨车道利益良善 地方都不反对 但只求配套措施能完善 让回家不用等那么久 商家也能与顾客沟通 坚守民怨 刚刚我们看到那时候是228连线下 那我们刚过了这个清明连降 我们要请教副议长 后来呢 他们不敢办 因为两边的车流量都太大 其实现在 所以这事都都没办了 这是调拨车道的原因是因为说 现在不只是只有西岸到金山万里人很多 东岸往中正区和平岛九份人也很多 两边都在大塞 所以说他们那个市政府 他们建训捐他去来做一次调拨车道 而当初在做一次调拨车道的时候是个大失败 因为他们就是以经验法则来讲 4点的时候应该金山万里来大五轮这边 然后上三高人比较多 结果那天没有人 反而是从大五轮要往金山万里的人 全部塞乱七八糟 然后那个时候又是因为第一次事半 所以整个交通动线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那天我就后来跟交通处 还有跟公路总局 他跟警察局讲说 你们要从高工局那边拿到最准确的 当时的交通流量 也就是有多少车从高速公路下来 到不管是从62号还是从三高下来 到进大五轮 然后有多少车要上大五轮 你们这边的交通流量 不只是高工局要给我 公路总局要给我 你们既然现在已经有科技做所谓的AIoT 现在有科技做所谓的空拍机 那你们应该可以掌握到这些流量 给我们即时的流量 你们再去做这调坡车道 这样才是解决的方法 而这个调坡车道这个措施 可能未来不只是只有在西岸做 可能东岸也会做 因为我刚刚跟北林义座在讨论 河满岛那边也太乱七八糟了 天天早上五点要去潜水 要去浮潜的人 早上五点只要一好天去 全部都在海客馆那边 哇哦 有另外一个原因是说我记得好像又是赖平渝委员 他有一个很有创新性的想法 他是说从三高这边要有一条高速公路 直接从七堵还是从一高还是三高 直接拉到金山万里 直接一个高速公路 直接开江辟土 开山翻山越岭 直接到金山万里 然后这样就可以把整个车流量全部解决掉 可是我很想直接问他说 你知道基隆前几个月才山崩吗 这个你要去做这个开山 这种翻山越岭开江辟土的 这个从三高也好 一高也好直接再开一条高速公路 到金山万里这个环平百分之九十九是不会过的 而且这对环境的破坏 更何况说你真的开完这条高速公路 然后遇到山崩 山崩不是没有走山过 那边的土壤的地质 是不是能够符合像这样这么大的大型的工程 我心里是打很大的疑问 所以既然没有办法用破坏自然的方式 来去满足现在的交通需求的话 我们就只好穿着西装改西装 所以为什么说调拨车道这个措施是 市政府不得已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要做的话 及时交通流量要出来 公路总局高工局市政府交通处三边还有警察局 四边都必须要能够横向沟通 要能够OK 而且当地的居民必须早点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做 你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把说各方面的需求获得满足 才能至少把民怨降到最低 不能说只保护当地人的利益 然后外来人口一直来观光来消费的时候 我们说你们就是来消费 你们对我们不方便说我们不要你来 这个好像也不是解决的方法 是 真的就是还是一样回归到这个 要倾听地方民众的心声 然后再做出最好的决定 那这样环环相扣 在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城市博览会 其实在城博当中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我们的市议员是非常关心 我们先来请教你的书记长 其实交通对人民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觉得说我们如果要让交通顺畅 首先我们因为基隆就是先天不足 后天又失调 因为它是进步很早的一个城市 所以它的道路都非常的狭隘 但是很可惜 因为安乐区这边 它是新开发的这个城市 它新开发当初在这个道路设计的时候 我们没有把这个道路留非常大的空间 因为很多地主 它当然是要我的土地 是留道路越少越好 我记得以前在台北市中校东路 跟南京东路那时候的市长 在开发他们的道路的时候 就被老百姓骂得要命 为什么 他说你们在开这个路 开到这么大条 都是要让你们开车的人在走 你不知道这些都是塞骨车吗 有需要路这么大条吗 但是现在呢 现在回头看到说 我们的中校东路跟南京东路 已经也快负荷不了了 他当时做的那么宽的道路 还是被骂 但是现在已经 非常感谢那个市长 很有远见 那如果我们那时候 我们把那个道路留宽一点 那今天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了 那现在已经既成事实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有一条路 倒是可以去把它打通 就是外木山 外木山通万里的 那条路如果把它打通的话 就是那个游泳池那边 游泳池 打通的话 还是可以疏解一些交通 还是可以疏解一些交通 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理解说 我们的环境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要做世博会之前 我们应该更要去注意说 我们的交通动线 要怎么来处理 交通真的非常的重要 除了交通其实还有很多的配套 都还是要是否愉快 想办法解决 我们要请教美玲一走 城市博览会要来 假如说真的吸引那么多人的话 最重要的也是停车的问题 过去我就一直强调说 停车场你待在市中心 其实这就是一个地雷 因为你把所有的车辆 都引进到市中心的话 那你就是把车道变成了停车场了 那现在已经在284那一天的话 大家已经发现 真的我们所有的道路全部都是马上立即式的停车场 所有的车子都停在那边 都一动也都不动 所以在城博会的时候 我是希望可以让外来的游客 当然我们希望他做大众运输系统过来 再来如果你真的要开车过来的话 我是建议 当然有很多人是希望说 能够在七度的时候就给他截断了 或者是到八度的时候就把他截断了 把我车辆全部都停在七度或八度的地方 然后用接驳车过来 那另外如果你已经来到了市中心 我们也希望说 你可能尽量的往外围去停 像说我们的这个西医区天辽河的那个 六合停车场那边很大 然后你用接驳车免费的接驳车过来 那还有的话就是市中心的停车费率 我们就是不仅是等于是说双倍的收费 也就是那一天如果说在那个城博会 从几点到几点的话 我们是双倍收费 那如果在市中心的道路两旁外面的话 我们希望是用累进费率 也就是说我第一个小时 我可能就四十块或五十块 第二个小时 我每一个小时 我可能就七十块或四八十块 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时候 对不起 我一个小时要收一百到一百五十块 那所以呢 我这个累进费率一收下来的话 当然就很多人他可能就想 我可能在这边我不要待那么久 或者是说我宁愿把车子停在比较外围的 然后让我们来坐那个接驳车 我也希望说如果在城博会那个时候 只要能够在六合停车场停车的人呢 你可以给他多收一点点 像说多收个五块钱 但是你让他免费的搭乘免费的接驳公车出来 来到市区都不要收钱 我相信人家也愿意到台北停车场 然后如果你在市中心的停车场的话 你就双倍的加两倍或三倍的收费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疏解停车的需求 同时也会把车辆往外围送 那这样的话市中心就不会塞车 尤其是我们的所谓的展区 ABCD嘛 四个展区 在那个周遭也是类似这样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是就是解决这个交通问题 还有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相信基隆会在成博会会大放光彩 让大家看到基隆的美 基隆的好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艺座 带大家来看到这么多的议题 相信我们基隆未来会更好更亮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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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